近行动党早前表态绝不与昔日叛徒合作之后 作为盟友的成进党主席墨沙布也强调 在西蒙的大帐篷内容不下土团党与伊斯兰党 这两个违背人民委托的政党 墨沙布也说明西蒙对叛徒的定义 还包括那些曾经在喜来登政变中 见利妄议倒戈向国盟的前领袖 例如目前在土团党身居高职的拿督斯伊阿兹敏 墨沙布今天发文告表示 西蒙固然不可能再与叛徒合作 但如今弃用西蒙标志上阵的公正党 却不该与背叛划上等号 因为叛变的只是阿兹敏这一小撮蓝眼前领袖 至于斗士党 明星党和青年党 这些与西蒙有距离的在野同盟 墨沙布则希望各界厘清 三党与避弃西蒙的土团党不能相提并论 否则有失公众 因此他呼吁所有反对党 如果想要在来际全国大选打一场翻身战 彼此团结合作不可或缺 另一方面 虽然公正党巴东普国会议员努鲁伊沙坦言 西蒙可能要连败两届才有望重夺政权 但是墨沙布却不苟同 因因为自愿失败远比保持斗志来得容易 因此会不会再利用 请不吝点赞 阶和谷沙布却不苟 请不吝点赞 阶和谷沙布却不苟 德国际 美国际 阿尔也有潜沙布却不苟 当地用在山派 赤柴沙布裴不返却不苟 又开启点赞 阴沙布却不苟